我们录视频了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主题 然后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我穿的衣服很奇怪 这件衣服是我当时在网上看到雪莉穿了之后 我觉得超级好看 我就买了同款 但是呢买回来我发现这件衣服整得超级紧 所以应该只有雪莉那样的仙女才能穿吧 我不打算穿出门了 但是还是想在视频里穿一下过过瘾 对 今天的视频呢是来解答一下 可能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就是我的头发到底是怎么弄的 对我终于要来出我的头发视频了 我的头发其实现在已经编好了 但是等一下我会拆了 然后从最开始的一步 跟你们一步一步的讲解到底 它是怎么变成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所以如果你最开始不是很熟练 编的不太好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等慢慢熟练了之后 就可以了 头发呢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中长度 然后我的发质呢是比较粗 比较硬的那种 然后有一点点干燥 所以我的头发本身就是非常蓬松的感觉 这个头发编出来之后 它的效果呢也跟你自己的发质有关 如果你编出来跟我不太一样 可能就是咱俩发质不太一样 所以就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用这个两个大拇指在头顶分出一个圆形的区块 然后呢再把这个圆形区块分成三股 准备来开始编三股变 这个步骤呢就是一个三股变的编法 这里的三股变呢我只编了一次 就是稍微把它固定住就好了 然后再从两侧依次的把头发夹进去 也是用这个大拇指画出一个区域 就是一个长方形的 就是一个这种长方形的区域 把它夹进你的三股变里 这边也是一样的方法 用大拇指划分出一片区域的头发夹进三股变里 其实就是把你整个头发依次的夹进去 非常简单 我平常都是这样子很快速的编 这个具体的编法呢 如果你们在视频里因为光线的原因 因为我头发本身非常黑嘛 所以层次感看起来不是很清楚 你们可以在网上自己去找这种辫子的教程 先把它的基本原理搞懂 到最后已经没有头发的时候呢 这里就变成了最简单的三股麻花变的编法 好 编完了之后呢 就随便找一根这种黑色皮筋 扎起来就好了 好 现在一个非常朴素的麻花变就编好了 你们编完基本上都差不多会是这个样子 可能如果不太熟练 编起来会看起来有点乱 但是熟练了就好了 后面的就是这样子的 好 那要怎么从现在这个很光滑的大脑门变成我平常那种 很有空气感的麻花变呢 现在就开始来拉 就是你把每一束头发都往外这样子拉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 不要拉了太多 不要把这束头发完全拉出来 就让它有一个这种蓬松的空气感就好了 下面拉完了之后呢 就继续拉上面 我会习惯把耳朵边的头发留一点出来 后脑上部位的头发也可以尽量的多拉出来一点 但是不要把整个的发烧发尾全部拉出来 那样看起来会很乱 你就让它蓬松感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前面的这些碎头发呢 你也可以稍微拉下一点 这样会显得额头比较小 发际线就没有那么高 好 你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很乱 碎头发太多 你也可以就稍微整理一下 这样子差不多就完成了 然后呢需要两颗这种黑卡子 我就买的这种弯的普通的黑卡子 就这个黑卡子是很必要的 这边的头发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散下来 那样看起来会太乱了 就乱得很没有层次感 乱得很没有秩序的感觉 所以要在这里把它加一下 然后夹子的加法呢是往下加的 因为平常用的话 可能都是夹子头朝上这样子去加 但是我是会把夹子头朝下去加 这样子的话你头发这边的走向 才是跟你整个头发是符合的 不会说这边的头发被加到上面去了 然后看起来就很怪的那种 这边也是一样 就往下加 一个麻花辫就完成了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再整理一下对着镜子 最后一步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你看要不要使用 就是这个发际线粉 这个是梦妆的 这是我的第二支 我会觉得我头顶就发际线的地方 还有这边的头发稍微有一点少 所以我会用发际线粉去布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是一号色 就最深的很适合这种 我这种自然深自然黑色的头发 然后就直接用它这个海绵 这一块涂在你的 你需要填补的部位 这样会看起来头发比较茂密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就 稍微涂一下 这边也稍微涂一下 好 然后今天的口红呢用的是BIA的25号 美瞳呢就是大家每次都一直在问我 我带的彩片呢基本上都是YOOHO这个牌子的 到时候我会把购买地址打在这边 反正大家可以自己去问呀 咨询什么的 好 这个视频呢就是应该解答了大部分人的一个疑惑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们给我一些评论弹幕之类的